说到北京故宫 也就是紫禁城 是很多人到中国大陆观光 必去的景点之一 因为有许多的历史剧 都把紫禁城设定为故事的背景 不过听当地的老一辈却说 这里的诡异传说 可是多到都数不清 而且据说在紫禁城里 还有个三大禁区 这些没有对外开放的区域 阴气是特别的重 还有传闻 在八十年代 紫禁城是设有专门的夜行人员 某一天夜里 有一群消防员刚刚做完演练 太累了 干脆洗地而睡 但是半夜却在走廊上面醒过来 是梦游吗 总不可能一群人 集体都在梦游吧 他们之后又尝试了好几次 都睡在宫殿里头 却又是在走廊上面醒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起厌房紫禁城 探访那些诡异传说 紫禁城也就是北京故宫 拥有大大小小七十几口井 里头的水从来就没人敢喝 其中奥妙老太监一语道破 井水主要是用来洒扫 因为这井里头多半都曾经淹死人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真飞井 在北京紫禁城珍宝馆的 珍顺门内有一口水井 那这个水井虽然已经枯竭 但却吸引来自四面八方 成千上万的游客 因为这口水井在历史上 赫赫有名 就是真飞被慈禧下令 推进去的那口井 在这里来讲 其实有的是不开放的 一过了这个五点 他们就会关闭清客 因为往往五点过后 就是所谓的那个阴的时辰 上左了 灯火小 下前凉了 上火了 灯火小心 建城将近六百年的此进城 一度传出有诡异现象 因为它占地广阔 有七十二万平方米大 相当于一千七百多个篮球场 到底由谁设计 始终是个历史谜团 但从格局来看 完全符合风水之说 也就是这样的布局 为北京故宫更添神秘色彩 北京的故宫几百年来 有好多的这个宫女 跟这个太监过世 而且很多的兵妃 是含冤而死的 那在这里有太多的这种冤魂 所以在这一个整个紫禁城 它有一个符合这个阿挂 这种格局 所以让它不能够投胎 所以就比较容易会有 灵异事件发生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帝王住所 位于北京城的镇中央 也是最好的风水宝穴 坐镇北朝镇南 背山面水可以长风聚气 具备五行八卦深深不息 画出自古以来相当有名的帝王轴线 也被誉为是最佳洋宅风水 其实呢 乾卦就代表天 那乾清空就是代表皇帝 那昆就是代表帝 昆宁宫就是代表皇后 变成说这是一个代表阴阳的结合 所以在中间来讲有一个叫做焦太宫 那旁边呢 都是所谓的兵妃他们住的地方 皇帝呢 他的房间 他是阔九间 森五间 所以符合了九五至尊的这个数字 这里是皇帝的女人们居住的地方 明朝鼎盛时期 嫔妃加上公寓人数达到九千 清朝凡省之际 康熙后妃五十五人 乾隆后妃四十一人 那时 紫禁城人丁兴旺 既然拥有绝佳的地理风水 这座六百年老宅 又是怎么会充满各种神秘传说 翻开紫禁城府看图 夹在后妃住的东六宫 和奉仙殿寿宫 以及北五所中间的宫道 一般被称为东筒子夹道 但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 叫做阴阳道 以前这个宫女太监过世的 只能从这个地方抬出去 所以这个地方就很多的灵疫事件 那甚至有人来到这里凭空的消失 据说这个地方来讲是非常奇怪 连那个八卦的那个罗盘 来到这个地方都会失灵 那个指针都会摇摇摇摆摆的 人走在这里来讲 就是人家讲的 人走人道 鬼走鬼道 互不干扰 但是如果有人一旦 一只脚踏在这个阳道 一只脚踏在这个阴道 或者是你把这个脚 踩在中心这里走路的地方 你只有大概走一百步 就会所谓的撞到鬼 因为你把这个鬼的轨道给侵占了 甚至在无形之中 就会被鬼带走 那所谓的阴阳道 就是在明月当空的夜晚 在紫禁城红墙跟地面夹道之间 因为一部分月光被挡住 所形成的地面上影子会一分为二 那成为一阴一阳黑白分明的界面 按理来说 紫禁城后宫东西两侧 西边属阴东边属阳 再怎么样怪事也不该发生在这里 可偏偏就这么凑巧 位于紫禁城东北的宁寿宫区域 开放参观后 改成展出轻宫宝物的珍宝馆 许多游客特地另外买票 来看看皇帝的宝贝 还有著名的真飞警 这让接下来发生的事件 比以往都还要真实 这个珍宝馆的这个假墙 那有人从那里经过 突然间发现说 在这个前面有这个提着 这个宫灯的这个宫女呢 那这个人走进来看 追了上去 结果最后那个人 这个宫女就凭空的消失 到了这个1992年 一个雷雨天 那游客们匆匆忙忙的 大家就是找地方要躲避 突然一阵子雷鸣 大家就是看到这个故宫的 这个红墙的这个旁边 发现了一个行走的宫女 而且是在白天 那就不少人发现了 因为科学家解释说 紫禁城的红墙含有四氧化三铁 那这种元素 具有留下影像的作用 那很有可能是在过去 某个风雨大作的情况下 透过闪电将影像写入宫墙中 等日后相同的情况 再度出现时 就会像录影播放一样 重现这个宫女的影子 不要 别跑啊 这种说法疑点太多 只能解释成心理作用 不过这块区域最北边的那口井 可就真的怪事连连 这口井就叫真飞井 也就是以光绪皇帝的宠妃 真飞命名 公元1900年 即中国农历庚子年 英法和俄美一日澳八国 以满清政府支持反帝组织 和团为借口 组成八国联军大局入侵中国 7月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满清走向日落西山的末路 慈禧太后只能选择离开皇城 她心想这一跑很可能就回不来 洋人说不定还会逼她还政光绪 慈禧对于光绪恨之入围 怕被洋人问罪 又不敢杀了她 但是不出这口气又不甘心 所以慈禧想出一个毒计 杀掉光绪最爱的女人真飞 洋人要进京了 我和皇上马上要离开北京 你打算怎么办呢 国难当头 农才不走 皇上也不该离开京师 真飞是光绪皇帝最宠爱的妃子 她皮肤白皙 长相端庄秀丽 从小在广东的港口长大 受西方思想熏陶 因此她和姐姐景妃一起进宫后 就深受力图改革的光绪宠爱 贤弟 我的好贤弟 自打你来 正好想猜 猜痛得怎么笑了 谢谢你 真飞鼓励光绪脱离慈禧的掌控 尽全力帮忙她实行戊戌变法 还准备活作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 哪知道后来遭到慈禧反扑 发动了戊戌政变 事后光绪被慈禧软禁 而原本就粗言不逊顶撞过慈禧的真飞 此时更被慈禧当作是带坏光绪的罪魁祸首 你这样做已经叫做干政了你知道吗 大清后妃严禁干预朝政是咱们的祖宗家法 你连这个都不懂吗 这条祖宗家法奴才今日可算明白了 原来大清后妃严禁干预朝政却允许垂帘听证 真飞侍从而交 学太后脉官 被慈禧抓到把柄之后 所以她就下令太监对真飞脱衣毒打 这在满清后宫这是第一次 后来真飞还被慈禧打入冷宫 不许和光绪见面 真飞新朝的想法和光绪不谋而合 但她干涉朝政就让慈禧不能接受 终于趁着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 带到了一个机会 慈禧身边的老太监崔玉贵回应说 那真飞当时哭着说要一起走 但慈禧却对他这么说 洋人要打进来了 那外头乱糟糟 谁也保不定会怎么样 万一受到了侮辱 那就丢进皇家的脸 也对不起列祖类中 你应当明白 果真这样 奴才拼得一死 绝不受辱 有点子刚烈劲 可也有一个人求死不得的时候 你现在有这个打算 何不自己敢此刻就做一个了断 那真飞一听当然不肯 他又没有犯错 为什么非得被誓致敬不可呢 那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又说了 不管有没有罪名 难道留下来遭洋人毒手吗 你先下去 我随后也会下去 所以后来慈禧没等真飞回嘴 就示意这个崔玉贵 直接把真飞丢入井里 而这口井也就是后来 鼎鼎大名的真飞井 杀了真飞以后 慈禧是出了一口恶气 但紫禁城从此不平静 这口真飞井接二连三出现怪事 还把老太监给吓个半死 藏进其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妃子 转眼间就死于非命 五六百年 这样的故事又有多少呢 八国联军的时候 慈禧出逃避难 紫禁城的太监 宫女都跑了 八国联军上场之后 决定派兵封锁 又招来一批太监宫女 维持紫禁城的基本的设施 冬年年底的一个晚上 两个太监巡逻经过征讯门时 突然听到有女人的哭声 以为是哪个宫女不长眼 不守规矩跑到外头来哭 结果这一场 前面的太监突然摘了一个大跟斗 脸色发青的 直至前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那后头的太监往前一看 居然是一个贵妃打扮的女人 站在真悲景上 当时宫中早就没有嫔妃 况且谁能站在井口上 肯定不是人 但这个时候兵荒马乱 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 谁还有心情去管闲事 直到1902年 慈禧又再度回到紫禁城 情况却越来越严重 在1902年的时候 这个真悲景过世了一年多 那尸体就是在这个井里面 已经泡了一年多 那慈禧呢 才允许打捞这个尸体 当时呢 在这个整个宫里面 几乎人人都知道 真悲景是闹鬼的 那简飞呢 怕打捞会出事 所以找了一个懂得 这个倒数的这个太监来负责 大家捞出这个真飞的时候 这个懂得这个 倒数的这个太监发现 这个真飞的尸体 居然是站在这个井的正中央 而且是一只脚是直立的 一只脚是弯曲的 那井口虽然不大 但是井内却很大 一个人狠躺都没有问题 但是真飞被投入井中 已经一年多 早该狠躺在井底 尸体腐烂了 怎么一年多之后 还会直立立的站在井里头呢 这名太监看到这些情形 感到非常惊慌 认为要好好伴场法事击败 只可惜慈禧太后 下令把真飞葬在恩纪庄 草草跟宫女埋在一起 没多久 真飞锦果然又出事了 这回苦主 闻到了慈禧的亲侄女 龙玉皇后 她得到了皇后的位置 却无法得到皇帝的爱情 自从有了真飞 光绪对她更加不闻不问 龙玉将这种委屈和哀怨 前奴于真飞 在她看来 自己遭受的冷遇 正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到来 据说龙玉皇后也曾经在夜晚 无意中路过真飞井 哪知道后来龙玉皇后 一个剑步抬起脚 当场就要往井里头跳 还好太监宫女 一看苗头不对 反应快 及时把她抱住 这才没有酿成或是 顿时整个宫里都在传 龙玉皇后被真飞迷了心志 甚至她还私底下告诉宫女 听到有个女人的声音在井里 就不由自主想去看看里头 其实她什么也没看到 只听到了声音 让我死吧 谁来自我引死 让我死吧 皇上 让我死吧 好妹妹 我哪舍得让你去 让我死吧 去吧 冷宫里 有的是快活日子 等着你呢 如玉皇后受到惊吓以后 直接回想 那个声音与真飞一模一样 而且真飞是广东人 那个经理的声音 就是广东腔 后来慈禧太后来探望 由玉太后葬了自己的 是她的那个亲子女 就把这件事给说了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慈禧太后 会相信这种鬼神之说吗 其实她早就听过风言风语 只是装作不知道 随后慈禧太后决定 找僧人来做法事 再把真飞景来个大改造 后来这个慈禧听说 这个真飞的这个鬼魂 会勾人家这个跳井 所以她就下令 这个改造这个真飞井 然后把旁边那个原本的 这个井栏把它推翻掉 然后用了一个很小的 这个井口石扣在上面 那正常来说应该 就不会有人去跳井 也很难去跳井 结果没有多久 又发生了一起这个宫女 这个要去跳井的这个事情 所以慈禧到最后下令 就是把这一个 这一口井 鼓了一根在这个铁棍 然后彻底的封住 真飞井在慈禧太后的命令下 变成今天这种奇怪的样子 但从此就再也没有 发生怪事了吗 恐怕没那么简单 慈禧太后一直不愿意 给真飞在宫里设灵堂 也不愿意让她 葬入皇家的灵寝 结果相传就是因为这样子 那真飞的这个阴魂不散 从此真飞景 或者是执行城禁区 继续十多年 荣誉皇后过世之后 真飞的姐姐景飞终于掌握 宫中大权 那此时景飞连忙将妹妹 真飞的遗体起出来 安葬到丛林飞原寝 那这个地方离光绪的林寝 只有几百公尺之远而已 景飞终于完成了妹妹 深浅的遗愿 从此以后 真飞景就很少再发生 这种吓人的怪事 不过一直到后来 北京故宫依旧维持着 五点关门的传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